2022年可以说是电动车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元年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自主品牌 尤其是以新势力品牌为代表的那些车型 在销量上奋起直追 给了合资品牌不小的压力 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别克品牌 推出了基于全新的纯电平台奥特能 来打造的首款车型别克E5 它的定位呢是一台中大型的纯电SUV 今天呢我就要和我的两位小伙伴呢 来跟大家一起聊聊看 在如此内卷严重的电动车市场 别克E5它的各方面的表现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 看新车就看新车来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全新汽车跨界头脑风暴大会 牛卡来了 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车型呢 是来自上汽通用汽车旗下 全新的产品 别克E5 那今天到场的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呢 还是要按照惯例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是我的老朋友 我的同行老妙 哈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Q宝爸爸 哈喽大家好 我是Q宝的爸爸 那在具体聊别克E5的各方面感受之前呢 我还是想先问Q宝爸爸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选择电动车的时候 你最看重的是 那肯定是安全第一 尤其是像我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个车主 就是作为奶爸肯定会把这个车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对吧 Q宝爸爸的这个购车需求呢 我觉得可以说是涵盖了大多数的国内消费者这个需求 因为大家都是以家庭的这个购车为主 那安全肯定会是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先来聊聊有关安全方面的话题 别克E5采用的这个平台呢 是上汽通用汽车旗下最新的纯电平台 Oting 奥特能这个平台给到我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它跟汉马是同平台的 然后呢 会给到大量的这种硬核的科技的表现 奥特能平台 国产的第一款车呢 是凯德拉克的瑞哥 给到我们的感受呢 也是非常的新颖 别克E5呢 也是出自这个平台 它想要给到我们的体验呢 就是更安全更智能更性能 没错 其实说到这个电动车的安全啊 我觉得就是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就咱们说的具象一点 就是更关注的是所谓的电池的安全性 这一点对电动车来讲 我觉得至关重要 那么像奥特能这个存电平台 我觉得它的这个电池啊 还确实是可以拿出来讲一讲的 因为它尊重的是这个所谓的通用汽车的一个这个全球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呢 你比方说啊 它的这个挤压实验是三倍于国标标准的 然后它的这个呃 跌落实验是两倍于国标标准的 然后呃通常来说应该还有一个叫做增刺实验 它这个标准啊也是远远高于咱们这个国标标准的 所以我就从电池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呃那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呃双热源热管理系统啊 其实呢它就是利用这个空调啊 然后包括电池的这个呃热量啊 能够保证电池温度呢 始终在一个呃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这样子我们知道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在极冷的环境之下 哎让你的这个续航呢不至于大幅度缩水 然后还能够保证你的这个呃电机呢 可以仍然保有一定的性能 这个我觉得还是哎蛮好的 看了我们的这个活体教科书 老庙说的这些以后啊 就在安全啊续航方面 不知道别克义武这个车 能不能够满足克巴巴巴需求啊 听了乐老师的那个怎么讲述吧 我感觉还蛮符合我的高手需求的 就是安全第一 然后续航第二 把我们的那个里程焦虑给一起解决掉了 这样的话在暑假的时候 呃我买了这辆车在暑假的时候 可以带着小朋友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自驾游玩 我们中国商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需求就是实用性 它对于空间的这个要求也会比较高一些 我呢也留意到别克义武这个车呢 它的轴距呢已经达到了2954毫米啊 所以说它有一个非常宽敞的内部的空间啊 我们也经常会跟一些呃 新势力品牌啊也跟特斯拉呢也会做一些比较 它这个大五座啊 我觉得可以说是都超越了这些竞争的对手啊 不管是Model Y啊还有非凡最新推出的这些车型啊 它这个大五座的这个空间的表现啊 都会要来的更加的优秀一点 甚至于可以说是和一些呃 七座的车型比较起来也完全不会吃亏啊 对吧老娘 今天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趋势 车是越来越绝啊 啊这个Q宝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哈哈哈 我来的时候我一看来它的后备箱啊 我觉得不仅是空间大而且有设计感 它的那个后备箱是分上下两层的 我一直以为它上下两层是从就是上部的那个上下两层 但是它实际上是下部可以放很多小孩子的水杯啊 换起的衣服啊零食啊 而且放着它不会乱 而且井然有学的拿着手一点都不会乱 然后这个就感觉是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合理布局空间那个优势之一吧 啊对就是它特别适合收纳 收纳完了以后也特别的规整 整齐就整齐在那里 因为小朋友东西特别多 啊说到这个配置啊 我觉得今年这个测试啊特别卷 那这次我也那个瞄了一眼啊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个横向空间很大 你看这个座椅啊就是很舒服 横向的这个长度很长 然后你坐上去就有点这种美式大沙发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后排 对没错 就是你的话人又挖进去很舒服 非常舒服 然后第二点我想说它说它的是这个全景天窗 全景天窗其实现在也蛮关注的 对那大家大家买车好像你要没有全景天窗 你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对不对 对然后大家一直在说的就是晒的那种 没错这个车呢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它面积大 1.32平方米 对吧这个面积很大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是真的有一个啊 百分之百的这个遮阳连 对这一点我觉得就比这个市场上其他的一些某一些这个电动车做的好 特别是大热片 你如果不给一个遮阳连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赛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有些电动车品牌呢 它这个全景天窗的是不能打开的 这个我可以没问题 它是可以打开的 它既能打开又有遮阳连 对又有遮阳连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对吧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个小的细节 我刚才也关注到了就是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可以说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标配了 对吧 但是它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蛮人性化 它是一种插槽式的 这我是投一次 就是你把手机可以垂直的放在这里 对这样放 对 那这样子你激烈驾驶的时候 这个手机它不会晃来晃去 对吧 而且你拿起来的话也很方便 材质这一块呢 对 这方面你也挺懂的了没有 我正想说这个东西 因为别克尔品牌 我觉得它以前来讲的话 它还是在这个盒子平板里面主打的是这个豪华 豪华向来是它的这个优势 那么我们不要忘了这个 别克尔它还有一个艾维亚版的 对吧 Vinia这个是比较高端的 那么它会采用这种打孔 打孔真皮啊 这个材质非常细腻 然后还会有这个 非常环保这个清肤级的这种环保材料 这个内饰版上面它会用用到这种 纳米鸡蛋清肤材料 这个也是比较厚道的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聊到这一块 这个客宝爸爸肯定也有话想说的 这个是你的领域 对吧 我听老师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对这么专业的东西我不太懂 但是就是 亲肤环保 然后那个真皮 这几个只踩在我的关注点上了 因为又是跟小孩就有关的 是的 这个开起来做起来真的很舒服 对我觉得你可能考虑的更加偏重的 会是小孩是不是舒服 小孩会不会觉得坐舱给到他比较舒适 然后健康的这种体验 老板要么再说说就是音响方面 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有艾维亚的版本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别克品牌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这个别克品牌 跟这个Bose 音响是深度关联的 对就是 哪怕是普通买卖 它也会有这个Bose 音响 这个别克E5采用了VCS 智能坐舱这样一个概念 我觉得一进入这个车 给到我眼前一亮的 就是那个30寸的一体式的这个曲面屏 而且还是6K的 它是这个分辨率 还有这个丝滑的程度 我觉得大厂做这一块 可能会比新势力要来的更好一些 然后在芯片这一块 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网红8155 也给你安排上来 而且我还留意到它的这个HUD 会更加的宽一些 显示的信息也会更加的多一些 来配合整个中控台的使用 会让你对于整个驾驶的时候的 所有的想要知道这些了解的信息 更加的一目了然一点 当然对于通用的传统优势 流媒体后视镜 它也是给到了一个9.3寸的 这个无边框的流媒体后视镜 而且我还留意到 它不但就是后方的这个三倍视角 会更加清晰一些 还给你配了清洗摄像头 就是你车尾遇到了一些污渍的时候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比较贴心的功能来 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野 那在智能互联这一块 你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吗 我是资深的苹果产品粉 车机能连carplay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关注到这辆车不用数据线连carplay 就是有无线carplay 对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 我不用低头去看手机 或者说直接可以盯着屏幕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无线carplay这个功能 搭配老妙说到的擦槽式的无线充电 这两个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和智能 对吧 对的 我觉得这个组合应该在全行业里面进行推广 对吧 无线carplay配无线充电 对没错 对就是省得你用一根线拖来拖去 特别麻烦 然后其实说到智能坐舱 现在大家还在卷语音交互 这个车我觉得在这方面也是有亮点的 它的这个语音交互呢它是可以支持这个多种唤醒方式的 然后也是也可以实现这个所谓的所见即可说 你好别克 关闭车窗 开全部天窗 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IK手机钥匙啊 基于这个手机难压功能 它呢可以实现迎宾登雨功能 无钥匙进入功能 全线共享升级 以及这个远程控制车辆 这样可以大大提升这个用车的便积程度 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呢 也是我们现在购买电动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别克一五呢同样也是有一些非常硬核的这个装备在啊 比如说呢它在硬件这一块呢就有六个摄像头 六颗毫米波雷达加一组这个高精地图的这个模块啊 给到的智驾方面的体验呢 我觉得可以符合我们现在对于智驾这个领域的一个预期啊 它的便利性啊 包括这个人性化的程度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OK的啊 那我们也知道啊 通用呢一直是有这个Super Cruze的超级智能驾驶辅助这个系统 之后呢也会应用在这个车上啊 只要有这个OTA呢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享受一下 更好的来期待一下 这一套非常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会给到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对吧老门 那我觉得别克一五这个车还是继承了这个品牌的一些这个旗舰的配置吧 比方说我们熟悉的这个智能车道 最终保持的这个功能 就是说你在哪怕你在非凤贝的这种车道上面 对吧 只要你开了ACC 对 你开启了这个全速的ACC 然后并且呢 它是可以这个实现自动噴车 还有这个自动让你的车在这个车道当中 然后这个前后的距离啊 对的 会把控比较好一些 这个体验 因为我以前试过 这体验还是不错的 对不会像有的新势力的 它那种锯齿状的这种过关啊 或者化舌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它这个还是比较顺滑的 对 然后就是 方向盘这一块也是用到了一个 方向盘 我觉得它是一个电容感应的 那这样子的好处呢 就是防止你藏时间 OK 你觉得这个很智能啊 你就 你很有 有些人就很可能会大意 你就 不过翻盘盘了啊 这个时候它会提醒你啊 你要守过翻盘盘 这个翻盘啊 还有一个新名字叫极光守护翻盘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嗯 它呢会有一个红外线的这个摄像头啊 意思是监测你的眼睛啊 如果它感觉到你在疲劳驾驶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或者是你注意力不够集中 或者你分成了 比方说你在看手机了干嘛的 对 这个时候呢 它都会提醒你 我觉得这个呢 对安全性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我开长途的时候就特别需要了 我特别容易犯困 这个专业的东西我不太懂 我就别在意就是坐进去舒不舒服 就像就是我长期间开车 但是呃 宝宝跟家人都坐在后面的 他们就特别在意做长期间坐车舒不舒服 那我来跟你说这个别克一五的后悬挂 因为可能你的家人 他的这个承载的这个空间是靠后悬挂来保持的啊 他呢采用了一个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挂 这种悬挂的布置的结构呢 一般只会出现在豪华城 所以说你家人在后排 特别是在行驶时候的这个舒适度 绝对是有保障的 跟你说悬挂啊 绿阵啊 这一块你可能呢会感觉有点晦涩难懂 我就举个例子啊 别克一五这款车呢 是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会唯一指定的贵宾用车 给的都是国际的这些贵宾啊 来使用的 所以说在乘坐品质这一块 你也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啊 你这么一说 我就迫不及待想去里面坐一下了 让我们去车里看一下 哎 好好好 怎么样老妹啊 怎么样 杜宝爸爸啊 这个上车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的第一个感觉啊 就是呃 这台车呢 虽然是别克的这个电动车 它还是继承了别克一向的这个优良传统 比方说安静 二十多年功底了 哎 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碾过这种电波不平的路面 对吧 这个悬挂很舒服 它的悬挂给到你的这种响应 对 非常的干净利落啊 不会有这种多余的震动 而且呢 对路面这种噪音啊 给到你的这种就不愉快的这种体感类的东西呢 全都帮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 对吧 然后呢 在年轻人啊 包括像Q宝爸爸这种奶爸比较喜欢的这种炫酷的配置上 我觉得有那个一百二十一色的音乐律动氟围灯 这个我觉得小孩应该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会根据这个音乐的节奏呢 来不断的改变颜色啊 我觉得这个很炫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配置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的 到冬天离不开的方向盘加热 对吧 你别以为啊 我们南方的上海的 然后浙江的 不要这个功能 真是你有了这个功能以后 你冬天绝对就离不开这个功能 因为当空调还没起来的时候啊 你可以做以加热方向盘加热打开 其实我觉得江测户的这个消费者也需要这个功能 真的冬天冷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冷的 湿冷真的是 湿冷比那个干冷还要可怕 而且这个空间啊 我觉得特末比较能 就小男孩子比较能造嘛 就是在这城市道路上面就一直在后面 空间这么大 可以让它使劲的造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这个一米八两百斤的胖子 坐在后面一点都不用挤 真的 而且这个座椅坐得真舒服 你有两百斤啊 我有两百斤 一米八两百斤的大胖子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这个空间空间宽敞 那我是相信的 哈哈哈 就我腿都可以架起来放 你看架起来放都没关系 所以它这后排应该是存平的吧 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传统保留曲目环节啊 就是要请两位嘉宾来回答几个问题 就是你会不会把别克一五这款车推荐给你的朋友啊 然后呢你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肯定会啊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车 它的这个目标人群的画像啊 非常明确今天 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就是像Q宝爸爸这样的这个奶爸 我觉得对吧 而且Q宝爸爸他这个呃 前面也总结了几个关键词非常贴切 对吧 像什么呃 安全啊 环保啊 轻浮啊 对吧 这总结的特别好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会特别打动奶爸的 那么我觉得从年龄来讲的话 啊 可能85后90后对 对 因为他的外观的设计还是蛮时尚的 比较时尚的 对 我们看到他的漆面啊 对没错 对 然后呃 一宝二宝都OK 我觉得这空间也大 对吧 大五座嘛 对没错 Q宝爸爸既然老妙已经把你想说的都说掉了啊 你你要么说说你的这个真实的想法啊 因为我身边基本上都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奶爸嘛 呃就考虑到全家出游或者说家用这方面来说空不管是空间还是安全 还是他的驱航里程我来说都是呃值得我驱入的就是我考虑范围内的 要老是讲的那些就是轻浮啊环保啊这些我觉得也是超越品质的一辆车 对也是一些打动你的这个打动我的打动内心的对 所以说呢我也是想说一下我的这个观点啊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电动车市场当中呢 呃新势力的选择呢其实会比较多一些啊 包括特斯拉啊给到大家可能印象呢会来的比较的直观一些 但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倾向于那些传统品牌造的纯电平台的新的电动车 就像别克一五他给到我的感受呢就是他不但有新势力的那些丰富的功能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智能互联啊8155啊驾驶辅助啊啊 这些全都有他还会有新势力所不具备的比如说他更安全 比如说他的行事品质更好 比如说他的豪华的细节就像你关注到的他这些会更加的丰满 给到我们的服务给到我们的体验会更加的周到一些 就像老庙之前说到的他这个波斯音响啊然后还有艾维亚这个版本 他的品质感和真正给到你的这个豪华的氛围会比新势力呢来的要强很多 特别像别克一直在强调的比如说他的静音啊比如他的豪华啊他的舒适 他给到你的这些体验我觉得是新势力可能在近些年给不到的对吧 汽车行业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沉淀的行业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还是比较难以对吧对特别是豪华车体验那一块啊 包括客宝爸爸一直比较看重的那些细节 我觉得可能一定要找到别克这样的大厂 关键颜值还可以我觉得颜值能过客宝爸爸那一关 这一点最重要了对对非常重要 最后终于点题了 我们今天的牛看来了呢到这边呢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的啊 非常希望大家用各种方式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来跟我们聊各种跟车有关的话题啊 不管是买车啊用车啊养车啊 各方面和车有关的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积极的交流互动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